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告知神的生命 我告知情绪 是因为我输一的就是你 我正出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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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活着 耶稣你活着 祂在自信 今天宣告 耶稣你就是我 我知他也就是我 发现已是经过生 我相信 你先跟我相信 我相信 我正出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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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神 有你悲伤 我在日子高山地上 明天你无奖礼 我求求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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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信息吧我们 我求求志 谁cre话算 我求求我 Youtube 我求求他们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得 доступ 我求求求我神 我求求求我神 我求求求求我的 algo 我求求求我神 我求求求 gosp 我叫出火山 爱你爱你火山 爱你爱你 祝我讚美祢 祝我讚美祢 祢是又真又活的真神 祝我們今天站立在這裡 我們就充滿信心的宣告 我的救主祂活著 並且祂得勝 還已經勝過了死亡 勝過了罪 勝過了這世上的一切 耶穌在萬有之上 耶穌我們敬拜祢 敬拜祢 祂來自榮陽 祢有神真就是喪 榮美慈愛 展現祂是家 我的救贖 祂是一切的盼望 祂鳴勝過了一切 祂鳴勝過了一切 耶穌在萬有之上 祂掌全到永遠 在永遠 四方今生的宣告 祢不是我祢 祢不是我祢 祢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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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能力和一切权力 为给神过一切的命 祂必胜过了解 耶稣在万有之上 祂将军到永远 在永恒中央圣隔离 基督是我主 耶稣在万有之上 祂将军到永远 在永恒中央圣隔离 基督是我主 基督是我主 在永恒中央圣隔离 一起来宣告 圣过空击守会 圣过一切的教育 圣过困难封骨 圣过一切的疾病 因为祂用错话 赞美的归于祂 祂明胜过了解 圣过四所有罪 圣过地狱和奔物 黑暗胜利 在永恒中央圣骨 圣过一切的疾病 因为祂用错话 赞美的归于祂 祂已胜过了解 圣过一切 耶稣在万佑至上 在永恒中央圣骨 在永恒中央圣骨 基督是我主 聚取参丑来说耶稣 耶稣在外游 大家全方永远 在永恒中央 谁得差 基督是我主 在永恒 在永恒中央 神的山 基督是我主 基督是我主 你是父后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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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永远 你是复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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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永远 是复活的主 我们就爱你 复活的主 你的神 你的神 你胜过了一切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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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尽管你 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隔绝 有高山阻挡 无法跨越 在绝望之中 我去目望天 不成秘密 直到黑夜 在永远里面 你慈爱上显 你慈爱上显 心我领导你面前 恨天 恨天已成就 结局已成千 主耶稣 按炫湿 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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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神 专门 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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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有财神 将杯子高天 背负我醉 但我受惠 借释释迦 释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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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思念 万万去往 将我牵涉 荣美的救助 我愿有属命 属耶稣 有我看我 哈利路亚 赞美 祝你释放我 哈利路亚 死亡不再奋放我 抵达我所有挑战 以你为救赎人天 主耶稣 有我看我 哈利路亚 赞美 祝你释放我 哈利路亚 赞美 祝你释放我 死亡不再困帮我 你把我所有所念 你以为救赎人天 主耶稣 有我盼望 荣耀 释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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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释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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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释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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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释迦 释迦 荣耀 释迦 释迦 有大的师子 打破了神经 学到奋复在下世 主耶稣 主耶稣 一切的生命 哈利路亚 三位主耶稣 父耶稣 父耶稣 我不太太太 未打破所有所略 为这世 主耶稣 永活 法 哈利路亚 三位主耶稣 是大我 哈利路亚 死亡 不再坏房 我 你打破所有所略 你明白就是恩典 主耶稣 永活 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 是大我 哈利路亚 父耶稣 希望不再坏房 我 你打破所有所略 你明白就是恩典 主耶稣 有所略 有所略 救世 你明白 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耶稣只有十字架的受难 那么耶稣只是很多感人的故事中的一个 但是耶稣的复活 就把所有感人的故事 牺牲的故事里面完全的分别出来 耶稣的复活才是我们一切的核心 当耶稣定死后被埋葬 圣经我们知道 有以色列人 犹太人当时候的坟墓是在山洞里面挖一个洞 然后把人就安放在里面 然后有个大石头滚着 就把他滚住把他挡住 那个石头是很大的 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滚开 那耶稣受难后第三天 清晨就有几位妇女拿着香膏 要来到耶稣的坟墓 要来高抹耶稣 而没有想到到那坟墓的时候 发现那个石头就滚开了 所以这些妇人妇女就进到的坟墓里面 没有想到里面竟然有一位天使 然后天使对这些妇人讲了这段话说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好不好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这节圣经来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感谢主他不在这里 耶稣的坟墓是空坟 他不在这里 他已经复活了 从天使对妇女说了这一句 他不在这里 他已经复活了 整个基督信仰的历史就进入崭新的一页 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最大的支柱 耶稣的复活证明他以大能显明 他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的复活把他所有的人 从所有的人死里面分别出来 他都是显明 每一个人都会死 只有耶稣死后三天复活 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而耶稣的复活也证明 他能够胜过罪恶死亡和一切黑暗的权势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证明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 圣殿的曼子从中间列为两半 从此 人可以来到主世恩的宝座前 坦然无惧地寻求他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更成为上帝的儿女 可以呼叫神阿爸父 所以复活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正如保罗所说的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所以每位基督徒 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 耶稣没有复活 所有一切都是枉然的 都是虚空的 但是耶稣复活 使圣经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成为真实而具体的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说 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一切的根基 而耶稣的复活 更是带给我们全人类无比的希望 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全人类的医治和盼望 刚才剧中的十二年血肉的妇人 和那个毕斯大使三十八年的摊子 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 显示了耶稣如何成为绝望中人的盼望和医治 让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血肉妇人的故事 而圣经记载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 耶稣就是我们的医治和盼望 这里说到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肉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是反而更重了 这里就讲到这个世界的状况 这个女人是一个预标 或就是这个女人就是讲到我们 或讲到这个世界 她是一个病重十二年的血肉 代表着无尽的痛苦 无尽的苦难 虽然努力想要在医生的手里面 想要解决 但是这个世界没有答案 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带来医治 这个世界只会让我们耗尽 所有一见不见的好 病是反而如何 更重了 进入二十一个世纪 这个世代让我们更大的不安 每天你打开新闻的里面 不管怎么能努力 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人惊慌害怕 全球里面不管大气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还有战争的问题 全世界充满的不安 没有一个地方是有平安的 虽然人努力想要解决 但是一点也不见好 病是反而更重了 然后她听见耶稣的故事 耶稣的事就从后面来 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我只要摸祂的衣裳 就必痊愈 于是祂的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 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感谢主 耶稣来带给我们的就是 身上的灾病好了 然后二三十节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她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耶稣就门徒对她说 那看那么多人勇气 你还说谁摸我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我这里面讲到一个 患了十二年的血肉的妇人 而这个血肉的病 成了这个妇人 人生里面最大的问题 和痛苦的所在 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生命里也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痛苦 有一个人不能够解决 不能够处理的问题 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沉重 成为你生命的一个苦难 这个血肉的病 让这个妇人 或许就因为这个病 让她不能结婚 不能生殖 而在那个时代 这样一个女性 她的人生可以算是完蛋 所以她努力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来医治她的血肉 但是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圣经说 在好些医生的手里 受了很多的苦 花见了一切 并反而更重 十二年了 她努力再努力 她不是没有做什么 她努力想要改善 正像我们当中很多人 你也在努力想要解决这困难 想要解决这问题 想要处理 想要寻求帮助 你寻求了 努力了 十二年 这位这位妇人 努力的做尽了一切 也寻求了很多的帮助 但是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越来越糟糕 只有失望 还是失望 再失望 她往前一看 都是黑暗 疾病痛苦 无助无望 看不见亮光 但是今天 这个妇人有了一个大的转机 说她听见耶稣的事 她听见耶稣 她听见耶稣 这就带来了 她生命的一个转机 她听说 有一个人叫耶稣 能够医治人的疾病 就好像今天 你听见了 有一个人叫耶稣 他能够改变你的人生 不管是十二年的血漏 不管是三十八年的瘫痪 没有耶稣 不能够改变医治的问题 所以这位妇人就想 我只要偷偷摸摸的 偷偷的去摸到耶稣的衣裳 就能够得到医治 所以她就在众人面前挤呀挤呀 因为有很多人拥挤耶稣 过年当中你去夜市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挤呀挤呀 我曾经挤过 站在夜市根本不用走 就一直推着 前胸贴后背的 这叫做挤呀 当年就是很多人拥挤耶稣 所以这个妇人要摸 要来到耶稣根前 之后很不容易 但是她决定 她有一个决定说 她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她有一个决定 她一定要摸到耶稣 今天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你要决定 我一定要摸到耶稣 终于 她挤到耶稣的面前 摸到了耶稣 圣经说什么 立刻血肉就止住了 十二年 没有结决的问题 那一刻 她得了医治 而耶稣立刻感觉到 有能力从她身上出去 然后就回头问 谁摸我 但是没有人敢承认 没有人承认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妇人不敢承认 因为在旧约犹太的传统里 血肉是不洁净 见不得人 是很羞耻的病 就像今天 没有人会公开承认 她有艾滋病一样 她不可以去碰别人 别人也不敢碰她 而被她碰的人 都要变成不洁净的 所以很清楚的 很明显的 她没有朋友 也可以说她是完全跟社会隔绝 连家人都不敢接近她 我们可以说她是从社会 从家庭里面完全被隔离 过去我们对隔离比较没有什么概念 可是这三年新冠肺炎让我们很清楚 什么叫做隔离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被隔离过 你一定知道那个滋味是什么 当2020年那个COVID最厉害的时候 初期 那我们的师母就得到重点 这个就确诊了 你知道吗 我们都吓到她确诊了 所以我就只好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就 那时候我们在陈德路 所以我就 我都睡在办公室 你知道吗 一个多礼拜我都不敢去看她 然后有一天我回去看她 远远的 然后她就说 群毛你怎么这样对我 她好伤心 今天你就这样怕我 怕到这个样子 好像我有瘟疫一样子 那你觉得果然 你的确有瘟疫 我就跟她讲说 我不能生病 我们如果两个人生病 这个办公室会有问题的 我不能生病 我礼拜天还要讲道 是远远的 后来当然那就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不久了 风水轮流转 又变成我得了 我确诊了 我又被关起来 师母比较善良 对我好一点 她也来 她也来拿东西给我 看我这些感谢主 我要说的隔离 这叫做隔离 这个妇人不是隔离两个礼拜 不是隔离一年 一个月 隔离了多久 十二年 你可以想见 她是何等的痛苦 孤单 周围的人都怕她避开她 所以我相信她里面 一定充满了恐惧 自白愤怒 当然 可能还有很多的抱怨跟苦涂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这位妇人有双重的痛苦 身体血肉病 当然是一个痛苦 而她的心更是破碎 更是痛苦 这个故事写在这里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 耶稣知道你身体的痛苦 耶稣也知道你心灵的痛苦 有些人的问题 有些人的痛或是你的病 就像这个妇人一样 是讲不出来的 或是不能讲的 今天耶稣要医治是帮你 当这个妇人的手摸到耶稣 一股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 临到她 她就完全的得到了医治 十二年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当摸到耶稣的那一刻 她就得到医治解决了 弟兄姊妹伸出你的手 摸耶稣吧 今天只要你伸出你信心的手 来摸耶稣 耶稣的能力 今天就要领导你 这节神经 是很伟大的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来 耶稣对她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犬 整个故事记载就是要讲 重点就在这句话 耶稣对那个女人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么的温柔 多么大的力量吗 这个女人是被社会遗弃的女人 是底层的女人 是一个破碎的女人 没有人在意她 大家只有讨厌她 对避开她 她是不解禁的 她身上有病 而且是被咒诅的 没人在意 十二年没有人敢跟碰她 没有人敢亲近她 而今天耶稣这句话说 女儿 你的信 耶稣竟然叫她什么 女儿 你知道吗 耶稣多么的温柔 当所有的人绝望 所有的人拒绝她的时候 耶稣这句话 对了她有了完全的一致 耶稣女儿 你的灾病痊愈了 我再说一次请你在灵里面记录 今天你来到这边 你就是神 你要进去领受上帝今天所要对你说的 平平安安 你的灾病痊愈了 你生命里面的困难困扰 那些神 对你生命一切痛苦的源头 你的物体不能处理的不能解决的 耶稣今天对你说 你的灾病痊愈了 平平安安 没有人可以跟你平安 耶稣的平安就是 今天要领导带给你真实的平安 而这个信 这个旧这个字 不但指着身体的医治 它原来的意思 是包括一个心灵整全的意思 这才是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福音 是一个全能的医治 身心灵的健康 耶稣不但要医治这个血肉妇人的身体 耶稣更要医治他心灵的创伤 除去他多年的恐惧自卑和退缩 没有得到医治的心灵 受伤的心灵 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当中 有没有弟兄姊妹或亲爱的朋友 你正像这个妇人一样 有很大的问题 连续十二年的泄露 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他需要很大很大的神迹 或许今天我们当中 也有人 你需要很大很大的神迹 几个礼拜以前 我们一位姐妹见证 他负债四百万 这个负债四百万 带给他生命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惊恐 很多的害怕 这个四百万 负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需要很大的神迹 他没有办法去面对 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他需要很大的神迹 后来他分享 神在他心里给他力量鼓励他去面对 他就开始为他的四百万的负债来祷告 他需要上帝的神迹 感谢主在他祷告后 四百万的债务竟然很奇妙 很神迹式的被取消了 我们给上帝一个最大的掌声 我们的姐妹那一天 她的手摸到了耶稣 她的手摸到了耶稣 今天你的手也要摸到耶稣 他要为你行神迹 这个妇人可以代表一个人 或是一个家庭 或是一个公司 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里 或你的家庭 或你的财务 是不是有一个破口 使你不断地流失 你很努力地工作 你很努力地经营 但是就是不断地流失 恩典丰富不断地流失 健康力量不断地流失 经济财富不断地流失 关系机会不断地流失 爱情情情不断地流失 重的虽多 收的却很少 好像有一个破口 在流失 总是不够用 今天我们要奉主的名 堵住破口 撒但带来的血肉 我们要奉主的名 停止它 我们灵命的血肉 奉耶稣的名停止 经济上的血肉 奉耶稣的名停止 身体疾病的血肉 奉耶稣的名停止 我们情感关系的血肉 奉耶稣的名停止 好不好 这一刻里面 让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眼睛闭起来 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 让我们开口 这一刻一起来祷告 跟神说 不管你生命遭遇什么 你的金黄 你的经济 你的压力 你的工作 你的婚姻 你的婚姻 你的健康 你的每一个领域 反正有破口的求主 堵住这个破口 或许你的家庭 就你生命里面 有哪一个人 是你家庭的破口 或是你的关系里面 哪一个破口 奉耶稣的名要堵住 所有的血肉要停止 我们同声开口 我们大声的来祷告 每一个人都开口来祷告 噢 耶稣啊 我们都到你的面前 大声的祷告 大声的祷告 让上帝的恩典 通后这个时候 都要领导在我们的当中 每一个都在你里面 哈利路亚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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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这一刻的里面 向神开口 这就是你改变的时候 奉住的名破除 不管你生命里面 所有的 不管是身体的 或是你婚姻的 家庭的 在财务上面的 工作的身体上面的 所有的血漏都要停止 所有的血漏都要停止 所有的破口都要堵住 仰望你 谢谢我们的主 你工作在我们的当中 今天这位绝望的女人 因此对耶稣的信心 而得到了医治和拯救 其实这一段经文 所告诉我们的就是 在我们生命中的绝望时刻 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 我们可以信号耶稣 祂能够改变我们的状况 给我们新的生命和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 遇到绝望的时刻 感到无助和茫然 可能是因为健康的问题 财务的问题 工作关系的困境 或者是工作的压力 或许有人你失去了亲人等等 然而无论什么的问题 困境 耶稣都是我们的医治和盼望 那位血肉的妇人 如何伸出她信心的手 摸到耶稣 她就得到了医治 今天同样 只要你伸出 你愿意伸出你信心的手摸耶稣 耶稣的能力就要领导你 破口要堵住 血肉要停止 今天你就要平平安安 你的载病痊愈 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耶稣 对我们的一个邀请 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 接受耶稣的爱和拯救吗 也许你正在一个困境 感到绝望无助 但是今天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你 祂就是你的改变 你愿意伸出你信心的手 来触摸耶稣吗 等一下我要拔出一个邀请 表达你欢迎 如果你今天愿意让耶稣的医治领导你 你愿意让耶稣的能力领导你 来医治你 恢复你 你愿意耶稣的平安今天领导你 你愿意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 这时候我要请你 请你举起手来 我要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或是你 你有这样请你举起手 我要为你祷告 感谢主我看到了好多位 你愿意吗 我再问一次 特别是你从来没有举过手 或向着耶稣打开 这一刻的里面 你举起你的手 让耶稣的话 耶稣的能力 伸出你信心的手来 触摸耶稣 好不好接下去 请你诚心的 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你做我的救助 我向你承认我一切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把我生命一切的问题 困难交托给你 求你来医治我 求你来触摸我 恢复我 从今以后 你是我的上帝 我是你的儿女 我要一生跟随你 这是我真诚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排走荣耀 归给我们的主 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吧 叫well 你赦免我的唱歌 天父我们感谢祢 以致我 我必得全力 感谢祢 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三天后复活 以大能献明 祢是上帝的儿子 谢谢祢 祢的死 祢的复活 带给我们的人生 完全的改变和转变 今天我们都领受了祢的意志 奉主的名 再次对每一位祢的儿女们说 平平安安回去 祢的灾病痊愈了 帮助我们下个礼拜 也把这个平安 把这样的痊愈 带到我们周围的人里面 谢谢我们的主 但愿我主耶稣 去做恩惠 以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一起说 阿们 来一首荣耀 归给我们的主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阿们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